现在我们刚拉链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接着就是上腰头 上腰头的部分呢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这边会有三分的缝分 我们按照它预留三分的缝分 预留三分的缝分 然后踩回针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另外一边的缝分测多少 我们这边的缝分就一样要测一样多 刚刚那边是三分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要测三分 那测起来之后呢 我们要翻回来拉链拉起来 拉起来核对一下 看它左右边的线 有没有成一直线 我们现在要把刚刚我们 腰头一样就是这边是三分 这边一样也是三分 我们一样把它车起来 一样 我们这样车的时候 后面的布也是一样 要把它剥平 剥平然后放平整 往稍微 我们的手稍微要剥一下 要吃一点针剥一下 因为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车到接近 接近拉链这边的时候 这边的布才不会剩余过多 因为我们要稍微往前推 就是吃针的部分 要吃一点进去 我们要平均的把它吃掉 那这样我们的裤头上起来之后 才会平整 刚刚有注意到 我们要放平 所以我们在车的时候 就不会不小心把它给扯到 看来的 那么多的 如果您还能放平 就不要放平 我们要快点 就不要放平 然后把它放平 再放平 就不用放平 我再放平 要把它翻回来 我刚拆掉的部分呢 还要把它再车回去 就是车到我们拉链这个边缘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酷生的这个挡片这里 这样翻过来 好了之后我们再来核对一次 拉链拉起来 好这样是很平整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车合 这里一样哦 就是我们也是要维持针 所以呢要往 我们的手要往前拨 压角抬一下 往前拨压角抬一下 把这边 把这边 的缝分稍微平均 都把它分摊掉 平均吃进去 下面呢一样要把它记得 一定要把它剥平 这样我们的拉链跟上腰头的做法 我们就完成了